南海撈出长12公尺的巨大发射体 上方白底黑字以韩文写下天马 南韩推测该残骸应该就是上个月底 被韩发射的运载火箭 当时火箭残骸坠落于南韩青岛以西海域 南韩花了半个月才终于将部分残骸打捞上岸 为了不让火箭下端外漏 军方以黑布遮掩计划将移送到平泽调查 还要找出是否使用海外高端零件 为了加强和保护散威射能力 美军出动俄亥2级导弹核潜艇抵达釜山 长170.6公尺 宽12.8公尺 水下排水量1.8万吨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潜艇之一 可搭载多达150枚射程大量2500公里的战斧巡弋飞弹 这是美军巡航导弹核潜艇 即2017年10月以后 时隔5年8个月再度访韩 预计将停留到22号与南海军进行联合特战训练 全面反制北韩挑衅行为 赞予新闻 黄泉一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言 逮植栏目 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